日前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里上演了昆曲专场 国宝级大师云集精彩分成 然而最后却出现了意外的插曲 当主办方邀请北师大教授于丹上台做最后发言时 却被观众高呼下去 在众人的集体虚声中 于丹不得已尴尬离场 11月17号 一身超短裙装扮的于丹刚已开口说 就惹恼了观众 台下有人大喊 你代表不了我们 不用你代表 于丹因解读孔子的论语而在中国大陆出名 有人说于丹这次被轰下台 是因为于丹的超短裙装扮有爱观瞻 也有人说于丹不应该去点评国家级大师 大陆文化评论家认为 于丹被虚和他当时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 关系不大 而是跟他长期的言行有关 叶匡正告诉记者 于丹被虚已经不是这一次了 不久前于丹加入中国作协 也引来人们的质疑 严格的说来 于丹是靠电视成为学术明星的 媒体的互动中 基本上让别人感觉到 他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 基本的这种独立意识或者批判精神 无论是商家请他他也敢随意吹捧对吧 不仅投资的媒体所好或者商业所好 其实呢 常常也为权力辩护 他本身其实也是这个十八大代表吧 即使一个人呢 我觉得无论你巧舌如簧或者是可若悬河也好 但是呢 中国民众的眼睛还是就是很亮的 十八大开幕的当天 于丹作为十八大代表接受新华网采访 他对胡锦涛的报告做了一番解读和称赞后 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接 做了一番所谓论述 一方面讲孔子或者讲传统文化 一方面又认为 存在一个所谓的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国 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哲学基础的 我们信仰什么 我们讲的这个哲学基础 不是说某一代领导人 就随意提出一个观点 就成为这个国家的哲学基础 而是经过历史检验的 原大陆史学教授刘英泉指出 如果用传统文化来对接的话 第一把有神论引进来 抛弃无神论 第二把传统文化的真善忍 仁义理智信等伦理造德引进来 把原来的斗争哲学等 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抛弃 那如果用一个无神论者 用共产党的无神论文化 去看孔子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来解释 虽然还是那句话 但是把他的灵魂抽去了 就阉割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 就是精神 和精佛 一个无神论的和一个有神论的 怎么接轨呢 叶匡正进一步指出 于丹作为一个解读论语而出名的知识分子 应该对孔子教导的君子不弃身体力行 学识应该用来完善自己的人格 而不应该成为一种被利用的工具 我对他们来说了 比方正理可能只是为 这个利益服务的工具 知识的可以延接叫慢 同时也可以为权力做各种帮寸 其实中国主教文化一直强调的是 一种人格的学问 就是你的学问要跟你的人格有关 要从你的人格中能表现出来 哪怕你的知识不是那么全面 但是你至少 你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 在学问中是首要的 多年前 当于丹刚开始解读论语时 叶匡正给媒体写过一篇 《孔子为什么哭了》的文章 指出于丹对论语解读的偏颇之虚 而山西省作家协会王贵成认为 于丹被轰下台是文化的进步 他认为 于丹解读论语的娱乐化倾向 和充斥其中的奴才哲学 是遭人诟病的地方 他还写道 2005年新浪读书论坛上的帖子 于丹是教人做快乐的奴隶 一针见血点注了于丹的死血 当于检查语FM是学人做快乐的奴障 这也是宫的病毒 您对于丹有所凶奴随壁所